那周仁漢昨天在臉書發文說李鴻源之前上明的節目說 那個只剩陶雲真五家廠商 承接工程師傅給他運動 你怎麼看 李鴻源的專業我覺得不容大家的關係去懷疑他 他是一個非常有專業 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對象 第一點 第二點 每次有人批評到市政府的工作工程 他們都用一些思想素質來搶曬 態度非常的高 都不願意去面對真正的事實 我覺得真正的重點是說 到底最近出了這麼多公共工程 從幾年前揚梅區公所 凭鎮地下停車場 到獨足的運動中心 巴德的運動中心 以至於現在的總圖書館 甚至還牽涉到蘇生昌女兒區裡面 承接下包的工作 這個其實我們對於桃園市政府 整個公共工工工發報 都有很大的問號 他都一直沒有來說明清楚 這才是關鍵 他一直在迴避這個關鍵 那我覺得你這個想什麼 因為這種人其實稍早也有發問 提出好幾人自己都在拼佛證的一個證明 不過你好像之前是批評他們都沒有做事 因為他有說批評對你對桃園其實不夠認識 我覺得他對於剛剛我提到好多公共工程的問題 以至於最近自然的問題 網友上面網友在網路上面叫做台黨政府在那個事情 他都沒有回應 我覺得他有在專注市政嗎 我們市民看得非常清楚 他完全最近完全的在拼雄區 沒有在專注市政 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這個疾病